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第29堂课 十回相品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在十回相品里面 菩萨摩赫萨教我们 有了前面的十柱、十行 现在要把我们自己个人的修行 让他发挥不可思议的效力 所以菩萨摩赫萨有不可思议大愿 充满法界 那这个愿力的发展有十个方向 称为十回相 从一开始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相回相 我们开始广度一切友情 乃至于到我们昨天 入一切平等善根回相 用六十种不同的项目 来做布施 来做无上的供养 今天到了第七个 叫等随顺一切众生回相 这是一个新的回相 那什么叫做等随顺一切众生回相呢 这里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叫做等 第二个叫做随顺 第三叫做一切众生 所谓的等就是平等 什么叫做平等 我们讲出发心 集成正觉 出发心的心是圆满的 正等正觉的心也是圆满的 华言经的整个最重要的观念 叫做平等法界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 学佛一年 佛在心田 学佛两年 向佛要钱 那当然我们希望呢 学佛一年 佛在心田 学佛十年 乃至于生生世世 都不要有向佛要钱的 这种事情发生 那就要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 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要发长远心 而且出心不忘 成佛有余 所以等随顺一切众生的回向呢 就是教我们如何 让自己出发心的能发之心 也能够平等 所发的这个心 乃至于静未来记 不管我们广度了多少的众生 对所有的众生的态度 都是平等的 所以在这个善根的回向当中呢 这一段呢 就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累积一切的福德善根因缘 第二个 以就静之心 来回向给一切众生 所以能随顺的心 是平等的 第三个 我们对于所供养的对象 所随顺的这个众生呢 也是平等的 那这个就是 普贤十大愿里面的 第九个大愿 恒顺众生 菩萨摩赫萨 要怎么样来做 这一个回向呢 第一 谁所积极 一切善根 善根 无论小 无论大 我们说 不可以少 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所以我们累积了这个善根 安住在修行当中 随着不同的因缘 我们来累积自己的福报 累积自己的善根 那我们常说 这个人很有善根哦 什么叫做善根 就是对人的信心 是具足的 自己的心 是不起烦恼的 那至于 听到了别人 有修行之事 都能够发起一种 随喜回向的心 那这个就是善根 善根从哪里来呢 善根呢 是菩提心 产生现象 那怎么样 才会成为一个 有善根的人呢 在这边就告诉我们 菩提心 发了之后 就可以累积善根 因为当你发菩提心之后 你的所有的 起心动念 都是为了 怜悯一切众生 乃至于为了 求一切种智 所谓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那这样子的累积 我们的善根 就会 永不退转 希望啊 进未来节 可以把自己 身后的善根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 让自己的福报 充满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的福报 真胜 我们的力量 真胜 我们的智慧 真胜的时候 一切的众生 来所有的祈求 我们都可以给予 所以不管是财布施 法布施 和无谓布施 都需要累积 无量无边的善根 你才有办法 让一切的众生 予取予求 对于众生呢 我们要有一种平等心 我们平常 这想要布施的对象 就是我们喜欢的人 或者是我们 有恭敬的人 所以我们喜欢的亲友 我们的朋友 那当然我们一定会 布施 但是是随着自己的感情 而布施 是一种不平等的布施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讲 假使一个人来祈求 我们可以布施 假使百千万亿人来祈求 你能不能够保持平等心的布施 而且布施的时候 只是用一个很赤诚的心 没有祈求 他要有回报 只是希望呢 能够成就 这个人的善根福的因缘 让他可以成佛 这样子的布施 时间要持续多久呢 叫做敬畏来结 常行会施 所以不论 时间是平等的 在空间上 也是平等的 乃至于在对象上 也是平等的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希望呢 自己的善根 无穷无尽 说布施的对象 也能够无穷无尽 乃至于 佛菩萨的心啊 是一切众生 如义子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有了这种观念之后呢 我们对自己的亲眷 是如此的掏心掏肺 那么衍生出一切众生 都是我累生 累结以来的亲眷 自然我们的这种 平等的对待 就会发出来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在教我们 对所随顺的众生呢 要有这种心情 那如果我们做到了 其实就是把我们过去 累积以来的善根 再做一个升级 好 那再来呢 最后就叫做 生于此心 有的这种什么心 这是菩萨的心 这是佛陀 不舍于众生的心 佛陀的心 没有执着 没有束缚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只是为了 尽自己的生命的所能 另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发菩提心 而入一切自治 所以能随顺的心 也是平等 好 那这个呢 整个结构呢 这就是我们的 随顺一切众生 的回向 好 那等随顺一切众生 的回向呢 除了 我们能随顺的心 从出发心 到就近成佛 都是平等不二 从来没有改变 对于所有的对象 也不舍于众生 我们都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就近成佛 只是方法不一样 因缘不一样 得度的时间不一样 那有了这种心情之后呢 你敬畏来寂 所结到的善缘 都是清净的 都是感恩的 都没有 怎么这么倒霉 今天会遇到这个人 也没有 奇怪 为什么我身边都是小人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在菩萨的眼中 众生是平等的 自己的心也是平等的 所以当菩萨成就 这种回向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一个 非常特别的效力 第一个效力叫做 催灭一切魔怨 拔诸欲赐 我们知道 当我们发菩提心了之后 开始修行 福报增长 名也来了 利也来了 眷属也来了 所有的 世间最好的果报 渐渐在向我们靠拢 这个时候呢 这是我们真正的考验 究竟我们是要成佛 还是要成为大魔王 魔王跟佛陀的福报 是同等的广大 无量无边 但是魔王跟佛陀的心念 就差在一个是否平等 魔王的心 就是这些众生 是我度的 所以这些众生 都要听我的 我是你们的大恩人 所以呢 这一些得到的名啊利啊 都是想当然而 理所当然 我要做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霸王 那这个叫做魔 菩萨呢 乃至于佛 这些众生 他们会成佛 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善根 福德 因缘 成熟 而不是 我有什么了不起 来度了这个人 所以佛陀说 我讲了无数无边的法 可是我从来没有讲过一个字 我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 但是没有一个众生 是我度的 所以没有这个分别心 没有这种执着念 所以他成佛了 如果我们在这个福报增长的过程 自己忘记 刚刚初初发心的时候 的那一个真诚的心 日子久了 开始就迷恋在这些欲望当中 我们就会深陷 泥闹 所以回向呢 透由前面的福报增长 善根增长 到这个阶段呢 就是一个非常关键 你是否会往成佛的方向走 还是渐渐的变成一个傲慢无比的魔王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菩萨摩赫萨 以一切善根等随顺一切众生的回向 菩萨摩赫萨在修行的历程当中 有重重的考验 也有重重的功课 所以希望大众呢 我们照着华严经的指导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任务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发心 那我们这样子的一步一步的圆满呢 到最后啊 这个我们的回向的功课 就会圆满 然后就会登上实地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 等随顺一切众生回向的内容 今天的开示至此 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